故宮今天證實 有五件器物類文件附件殘件未宣 目前處分案正言理中 公審會三度駁回台聯提出的ECFA公投案 台聯今天二度向台灣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訟 皇宮會痛批 行政院可以提出核四公投 台聯卻不可以提ECFA公投 根本是雙重標準 咨詢安全專家表示 台湾確實是被駭客攻擊較頻繁的國家 且政府單位被攻擊次數 更是私人企業的倍數 專家認為應該有兩到三倍以上 下個禮拜就是清明節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市售清明祭拜食品 也包括一件昂骨粿驗出不得驗出的甜筋 院兵裡常見的豆干含有防腐劑過氧化青 另外花生粉也驗出會致癌的黃麴毒素 不合格率達到14% 被點名的潤餅業者則是喊冤 強調有問題的花生粉已經停止進貨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